获利县救国团只有联谊会辅导各乡镇团委会事务之外 更以热心社会公益为宗旨 而今天联谊会办理新旧会长交接典礼 从前任会长也就是县长许正位首中 接下会长一职的黄夏明表示 将会秉持联谊会的宗旨服务地方 在座永红的尖交下 获利县救国团只有联谊会会长也就是县长许正位 将硬性交接给接任的新任会长黄夏明 过程简单隆重 获利县救国团只有联谊会 今天上午在玉里镇举办第十三届会长交接典礼 交棒的前任会长许正位 除了是感谢会员及各界的支持与协助 也对新任会长及其团队给予勉励祝福 千万不要忘记这股力量 这股团结凝聚善的力量 我想这是最好的 也是稳定台湾当局 还有我们各县市很重要的内股中道的力量 从县长手中接下团友会会长棒子的黄夏明 带领新团队干部与大家见面 同时对于未来他表示也将秉持联谊会的宗旨 那今天的典礼 我们的委员 我们的顾问 其实团友出席的非常踊跃 也非常感谢他们来共同来参与 那各乡镇都是非常热心 在推动各项的公益活动 我们也欢迎更多我们社会热心的人士 这个热心公益 支持弱势团体的 共同欢迎来参加我们团友会 环林县救国团只有联谊会的成员 绝大多数都承认乡镇市救国团团长或干部一职 因此团友会除了也将积极辅导且协助并支援各乡镇市救国团事务 更以推动社会公益为会务核心 而新任会长黄夏明也将带领团队干部继续推动社会公益 记者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